23号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刚刚在你的VCR里看到 就是你毕业了之后 刚开始是在做半导体这方面的工作 对吧 对的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它应该是在比较发达一点的城市 一直到你现在回到家乡 我不知道在你的心态上 还有对你对生活的一些感悟上 有没有一些别样的变化之类的 我其实真正的牧民很辛苦 这个把它当成一份工作的话 很枯燥 在草原上你是没有能源的 用电你需要太阳能 风力发电吗 对或者风力发电 然后用水就是自己打水井 或者去挑水 当然诗和远方也是有的 蓝天 白云 草地 然后听着牛群羊群的叫声 啃草的声音 你的心情就是 会忘掉你在城市里遇见的很多烦恼 17号 男嘉宾你好 我在上条微信里面看到 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伴牧民式生活 就是这样的话 你的另一半 你女朋友怎么融入你的生活呢 对啊 草原离城市它并不是很远 我平时工作是在城里 就是闲下来的时候 会去牧场放放羊 然后草鸡的时候 也可能会去帮忙干活打打草 然后你住就还是回城里住 对 还是回城里住 我觉得比如说放个假 就是休息的时候 带着女朋友就放放羊 溜达溜达 我感觉挺惬意的